先看小姐 我以为这是抢壁的 每次焦点都会从这边拉过 没有关系嘛 其实Model在那边就是让大家拍的 漂亮的小姐大家永远看不腻 但是精彩的车子呢 才是我们的重点 上来看看这部车子 这部车子颜色很炫 它是谁 习青色 奇怪的颜色 好奇怪的颜色 来谈谈这台车子 其实它这款车算是 XC60 Comstep 它的车比是这样 那算属于这种Crossover的设计 Crossover 它们叫Cros Country Cros Country Cros Country 也是算是一个跨界 跨界休旅车 跨界休旅车 来我们这边值得一提的呢 我们看看它的外观 外观 那外观的强悍的肌肉线条 而且这是屋顶 我们没有拍到 它屋顶是整个从前挡风玻璃 一直延伸到后面的一整大片 全景式的透明的玻璃 对 然后根据他们讲 它上面还有一个Y型的支架 Y字型支架 是说没办法拍到 好 Volvo最新的一个Mark的标志 是直接间距直接拉大 让大家识别它 它整个车体都是放大 整个车体放大 虽然是有点S-Bus的味道 但是整个车体又拉大 其实你既然讲Concept 大家其实也想进到它的测试内去看一看 我们看到这边了 你看到没有 那Y字型的支架 整片的大玻璃 整片的大玻璃 提供给大家的 马上进入到内装来看一下 那内装最重点就是 它那个宣布式的中控台 宣布式中控 对 好 它们说更薄了 更薄了 后面的空间更多了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它引擎启动后 那个有四个按钮就会升线 在那个中控上面 我们再来注意看一下 好相关的按钮旋钮 它本来是隐藏在这个面板里面 而且里面有操作的时候 它整个的介面的 那个液晶的灯是关掉的 所以说大家基本上是看不到 然后现在看到它的座椅 那个有点 就是中央那椅背有凹槽的设计 也是他们Mobo 算是针对引擎车主 特别的设计 OK 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可以使引擎车主 它坐起来 除了通风之外 可以让它后面的 算是从 更贴近 算是挡动玻璃 那个辨识度会更好 我们说这个中控 你看雪白的中控 那排档杆 排档杆排档的方式 是往前后滑 滑动的 相当的前卫 哇 真的是相当相当精彩 它整个是有像iPad的那种 像iPad的感觉 当然到这个 我觉得它已经接近量产 对 接近量产了 那也希望大家很早很快的就能够跟大家见到面 来 这个是跟大家介绍的Volvo的XC60 当然他们的美丽的model 我们还是看一下 眼睛好大哦 好可爱哦 当然车子是更精彩的哦 好可爱哦